搭什么线,最常搭的图线 橘线 综合星鱼 那你是不是哪一条? 综合星鱼 所以说如果刚刚东白没有 所以刚刚那是什么线 红色的 哪一条线 红色吧 红色 红色 红色,那是淡水星鱼 淡水星鱼 那 对于一个每天搭捷运板蓝线 或是捷运综合星鱼 板蓝线就是我 那综合星鱼就是 综艺 那就是跟每天搭淡水星鱼的 东白跟地直系的同学 你每天搭吗? 没有,只是长一天 好吧 那对于每天 经常搭淡水星鱼线的人 有什么差别? 他们差别在哪? 对于一个每天搭 板蓝线跟每天搭淡水线的人 他们会对这个声音的感觉不一样 嗯 是说对于一个台北人 或是对于一个每天搭淡水线来说 这个声音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对外线市或是每天不搭那个线 每天不搭那个线的人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 那静庭也一样 对当地人来说 在熟悉不够的生活 可能只是 对他本来只是三岩羊鱼 三岩羊鱼 三岩羊鱼都随便就带过 那对于 进入天悦的我们来说 那会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就像是我自己 我自己平常搭板蓝线 那我有时候也会搭综合琴 就是GG那一条 但是我最近发现 我是最近才发现他的那个声音 就是他那个近战的声音是 应该是我怎么说 我那天有一次 就是上礼拜吧 上上礼拜 虽然我平常都会搭 可是我的上上礼拜才注意到 那个声音 那个近战的声音是那个样 就是他